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循宇 今天是2024年1月15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一宗怪物 話說網上瘋傳 有個內地客被20元要求 就上一位老婦人的公屋借宿一銷 說整件事是怎樣的 好像租不起酒店 在街上見到外婆說我給你20元 今晚來你家睡覺 這樣也可以 整個熱話是怎樣的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箱也講講各大本地消息 據報啟德地盤有女工人遭到機器夾頭 據報傷勢也很重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內地客在街上給20元 要求上婆婆的公屋借宿一銷 就說不想租香港酒店 結果出乎意料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話說網上流傳影片長約超過一分鐘 由抖音網紅在影片平台分享 再轉載到本港公屋討論區的群組 影片看到一名句子是內地遊客的男子 在深水埗宇宙街街頭 向一位老婆婆支付20元 要求上婆婆的公屋借宿一銷 就說到時你 就是婆婆 執完那間公屋 我搬上來住的 婆婆聽到過後 這時拒絕 就閘著 南昌村 不可以收留你的 你開玩笑 男子問 問婆婆 為何不借給我住 婆婆解釋 房屋處的公屋 是不可以收留人的 不過男子未有放棄 繼續說 我和你一齊住 我不是睡廳 不可以 你睡房 不可以 婆婆是再次拒絕 就說你為何搞我 不要搞 男子又強調 沒有說搞你 我去那裏睡覺 我不想租酒店 婆婆重申 不行 不方便 男子於是要求婆婆 還回20元 就說 那你還回20元給我 婆婆表示會還 男子不死心 繼續問 就說 喂 我住一兩晚 婆婆再回應 不行 兩晚都不行 影片自此結束 兩人對話期間 旁邊相信是男子的朋友 一直傳出笑聲 網友看過影片過後 議論紛紛 有人稱讚婆婆拒絕 陌生人入屋 做法正確 就說 婆婆做得好 亦都說 小心引狼入室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條短片在網上廣傳當中 究竟是開玩笑還是真有其事呢 當中給20元的婆婆 就說今晚上她家裡睡 婆婆拒絕說不行 不可以 住一晚都不行 兩晚都不行 這樣 拍片的人就涉而不捨 都不知道你講真講笑 既然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拍片的那個人當然有錯 而收留她的婆婆 收錢給人住 亦都會有問題 難怪婆婆說房屋處 是不讓我們去收留人的 那拍片的人 估計就是內地的女客 都不知道是否認真的 說不定真的給20元 婆婆願的話 她真的上去睡 這樣也可以 近日就在網上熱傳當中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 不妨劉過言聊聊天 另外亦都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啟德地盤女工人 是遭到機器夾頭的重創昏迷 報道的內文提到 啟德發生工業意外 在今日1月15號 下午2點多 警方接報 只位於成峰道 與成啟道之間 一個建築地盤裏 一名女工人 是被機器夾到的 頭部重創昏迷 現場消息說 女工人被剪刀式的升降台 夾到頭 救援人員港往現場 事故原因有待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希望這位女工人大步纜過 不過據報傷勢都很嚴重 又是工業意外 今次據報被剪刀式的升降台 夾到頭 重創昏迷 另外亦都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電線槽的醜聞 有機會再擴散 據報建築處就說 作了148項測試 但就不包括已經完成的工程 原來01自己走去實測 超過200次 就發現了新入伙的居屋 公屋都疑似未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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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記憶內問題 還有石門村意旗是做實測的 包括停車場 以及垃圾房等等的位置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現在真的要透過傳媒幫手 故事來自去年 11月廣華醫院的電線槽 有工程醜聞 簡單來說可能是偷工減料 令B商據報原來有很多政府工程 公屋、居屋都有用相關的電線槽 那個的道塵 結果01去做測試 就發現有些剛剛員工 可能剛剛入伙的居屋、公屋 都有這些情況 因為現在建築處就說 會測試148項正在進行工程 不過員工那些就不理 結果01自己去查 就揭發不行 多達200次的實測 有很多新入伙的居屋和公屋 都疑似未達標 之前廣華醫院那件事也說到 相關的偷工減料 能夠省到可能以幾百萬計 錢又去了哪裡 認真離奇 傳媒跟進當中 據報房屋處就未有正面回應 會不會再測試近年 緣了工的工程 另外供應商截稿前就沒有回應01 另外也都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清潔省工的婦人 申請這個在職家庭津貼 搞足4個月 在說報了社協的會址 做通訊地址 竟然被問到 她是否擁有業權 不敢說 報到幾條問題 為了舒緩跨待貧窮 鼓勵自力更新 政府推出在職家庭津貼的 集中計劃 有60多歲的清潔省工 去年8月提出申請 不過至少三次被集中辦 要求保監文件 例如租單都已經有住所街號 不過職員就要她保回大廈的名字 另外報用深水埗協助基層社區組織協會的會址 是作通訊地址 又被問到她是否擁有這個位置的業權 社協在12月中電郵給勞工及福利局投訴 只申請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職中辦職員終於在去年12月底 聯絡申請人 交她只要補交一份自述文件 就可以重啟和獲批津貼 協助申請的社工就說 我覺得她所指的職中辦 不知道人民在過甚麼生活 不斷提出不合理的文書要求 職中辦表示過去五個年 一共發現191宗騙取津貼的個案 會因應個案的實際情況要求申請人解釋 或者提供補充資料 以確定申請資料的增確性 申請人符合申請資格 和她應該獲法的職中金額 從而確保公帑運用得宜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令人申請職中一頭煙 基本上申請在職家庭津貼的朋友 都是基層人士 要依靠社工幫忙 誰知用社工的會址作通訊地址 職中辦竟然去問那個人 這個地址是否你有份 你有多少業權 有沒有搞錯 事件經傳媒報道 未知相關的女的清潔省工 最終能否取得津貼 不過都已經搞足四個月 難怪社協都生氣 就是扶貧還是流難人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